随着神舟19号载人飞船载着三名航天员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与三名航天员一同踏上太空的神19任务标识也获得了关注。 据了解,神19任务标识的设计者来自西安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吴林华和他的研究生学生丁一。 这枚任务标识的设计元素有中国空间站、神舟19号载人飞船、地球、星空等内容,彰显了中国特色。 那么这个标识里面呢,主要的这个视觉元素是中国空间站、神舟19号飞船、还有这个我们地球,以及我们在色彩当中的这个处理呢,是以航天蓝、航天的蓝色为主基调,然后配合了我们中国的国旗的色彩,红和黄色。 那么在这个元素里面呢,下端呢,有神舟19的任务标识的这个序号和中国龙年相结合的这个元素。 整个的构图呢,是以对称美为主要的这样一个和谐稳稳定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 2023年8月31日,中国载人航天官方网站发布了2024年度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标识征集活动公告。 在得知消息后,无灵化便号召授授科班级的同学们积极参与设计创作,其中就吸引到了从小喜欢航天的丁一。 据介绍,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无灵化和同学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共设计创作出了20余套方案,内容涉及敦煌飞天、丝绸之路、天宫空间站等元素。 最终由丁一设计创作的作品在全国几千件参选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评选决赛圈。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我们的方案入选的时候,在做网络征集的时候,我和丁一呢,我俩呢,都是非常兴奋的,觉得这个事呢,可能会成功。 那么果不其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网络投票,包括专家的严格的这种评选和审核当中,我们的方案呢,被要求进行二次修改。 那么得到这个修改的这个资讯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更加的兴奋,因为可以修改就证明我们这个方案呢,是被认可的。 结合专家评审团反馈的意见,吴林化协助丁一对作品的颜色、图案、细节等进行了多次修改创作,定下了最终版本。 吴林化表示,作品最大亮点就是借鉴了中国古建筑均衡对称的美学观点,体现了航天工作中的精准和稳定。 2023年11月19日,官方正式发布了2024年度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标识,选定吴林化和丁一共同设计的作品为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 得知消息后,吴林化和丁一非常激动,随后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邀请,吴林化和丁一前往了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见证神十九发射任务。 航天员从问天阁出来之后,向观众致议的时候,他们穿的航天服上,正中间就绣着我们的神舟19号任务标识,所以我们特别的由衷的这种兴奋。 我们也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设计的艺术设计的标识,也一同随着航天员到了中国空间站,我们这个也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吴林化表示,这次神十九任务标识设计的成功,为后续积累了经验和信心,将来会继续设计更多优秀的作品,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